今天我要介紹 明明是主角 卻被嫌棄不夠強的 廠長 好 開始 拍局很簡單 直接找第一個最衰的那個人 然後 打 打 上二間 然後綁 然後放娃娃 接下來的步驟一樣 打 上三階 然後打 再打 然後綁 再綁 然後放娃娃 這個時候佈局已經不好了 只要注意娃娃的提示 就可以防止求生者趁機救援隊友 這個時候娃娃雖然給了提示 但是醫生已經飛了 那就不用刻意用娃娃傳送過去 用走的過去找一下求生者的位置 哎呀 萌星真的是萌星 要不硬腦的跑 要不硬腦的救人 真是可愛 雖然可愛 你們還是欠打 哎 失誤了 沒關係 嘴 想砸碗 飛上天吧 這個時候娃娃給了提示 也顯示了祭司的位置 可是祭司不知道 接下來我要做的就是 嘿嘿 那就是打 再打 呵呵 然後綁上去 之後我故意傳走 故意讓醫生去救 也能知道醫生的位置 不出我手料 真的馬上就救了呀 沒關係 那我就再一次的 敲暈你 走吧 上一次 看一下醫生要不要來救你 哇 真狗一氣勒還來救 那我就不客氣的打你的頭 看在祭司妹子這麼苦命的份上 先去追醫生吧 新鮮的總是比較可口 我打 想跑 都還沒品嘗過你 坐吧 等著等著 看來 看來祭司妹子跑進你 剩一個人了 新手場總是需要來個佛心的監管者 那我就來佛一下吧 不過條件是 跪下吧 那我就來佛心的監管 好 你再出去了 總結論就是 廠長娃娃可以當傳送使用 又可以多帶一個市場來增加技能 娃娃也能顯示躲在附近的求生者 追人順手也能踹一下破衣機 不用錢又好用的廠長 是不是好棒棒呢 因為我還沒有滿等 所以沒有提供人格描繪圖 好 掰掰 這邊有些人 冷暖 beaucoup